俄乌战争一周年前夕 前线依旧激烈交锋 俄罗斯总统普丁此时发表 年度国情自闻语出惊人 宣布俄国将暂停 美俄之间仅存的线核架构 新战略武器裁减条约 警告将恢复核实报 美俄在冷战结束后 仍保有庞大核武库 两国在2010年达成协定 约束双方核弹头数量 上限1550枚 发射载具不超过700个 比比两国现有的核弹头 总数上俄国5977枚 其中部署了1588枚 美国5428枚 部署1644枚 能装备核武的轰炸机 俄国68架 美国66架 能搭载核弹头的 洲际弹道飞弹 俄国306枚 美国400枚 从数字上来看 几乎不分上下 两国核武总量 就占了全球核武库的90% 比较各自最强洲际飞弹 俄国的撒弹2号 射程17000公里 可吸带15枚的核弹头 美国的义勇兵三型 射程13000公里 可吸带3枚核弹头 而普帝的国情自闻 淘淘不绝说了近两个小时 媒体拍到 会场上普丁的心腹 前总统频频打瞌睡 各级官员两眼发指 或闭目养神打喝歉 简直快睡成一片 抢走不少焦点 记者组合报道 海黄鲍鱼干杯EXO酱 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 跟蜜质的独家配方 还有富含胶原蛋白 还有年多糖 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质鲜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丰富 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 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ZTI714 享有折扣哦